权益问答 岳母跟她下跪的话 她就必须对老人家更好 她就必须对老人家做更多功德 就会把岳母给她的 折她的受的那一段东西才补回来 补回来 那像这种情况你也多少遍理所呢 请师父开心 岳母给她来一次的话 这至少49遍以上 这非常不好的 这个跪一跪地府的官马上 马上记录 这个记录非常快 而且是现实报的 所以过去很多年轻人 被老人家跪一跪 说我跟你下跪了 孩子啊 你千万这么 孩子对妈妈不好 对爸爸不好的话 出去就死掉了 压死了 或者被人家弄死了 就这么厉害了 因为他已经 这个是属于特殊处理了 在地府是属于特殊处理 你都知道啊 对不对啊 杀父杀母啊 这个是武逆重罪啊 这个武逆重罪的话 就特殊处理啊 马上处理啊 下面 那师父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他们的冤结很重 他给他跪了 也不是地府不看你冤结怎么样 就你这个行为就不对 对了对了对了 你冤结是慢慢化的 你也不能说逼着 爸爸妈妈跪下来啊 哦 你已经是大孽不道了 就算他欠你的 你说说看你现在 又又又添心伤痕了 这心伤痕 可能比你老三还要厉害啊 哦 明白了 谢谢 谢谢 不离开这